一群年轻人登山遇上下大雨 着急赶路的女孩脚底一滑不慎滚下山崖 万幸的是她掉进了河里没有生命危险 女孩站往后发现不远处有个黑色大箱子 她一步步走进箱子 怎么都没想到里边会是一具尸体 接到女孩报案后警方来到现场勘察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七八天 年龄二十岁左右 根据伤口形状来看 像是被一把剪刀扎伤的 具体的需要做进一步尸检 傅翔认为这里不是第一抛尸现场 他分析凶手沿着公路把箱子扔下来的 没想到箱子会沿着山坡滚到河边 傅翔把车开到公路的缺口处停下 发现通往山下的路明显被重物压过 箱子应该就是从这里滑下去的 傅翔在地上发现了车轮椅 警员用手测量了一下属于面包车 死者的母亲来认识 哭得太让人心疼 廉州着急忙慌地跑上来摊坐到地上 因为死去的是他的女友 前几天他还梦到过女友向他求救 没想到真的被杀了 傅翔问他引路失踪那天下午他在哪 图书馆 确定吗 廉州看出警察在怀疑他 因为引路的死亡时间恰好是那天下午 廉州说那天送他去校门口的车站坐车 然后去了图书馆 因为是引路的生日 廉州买了新手机想送给他 等他回来一起吃饭 可引路再也没回来 引路每周三下午都会去古城 所以廉州猜测凶手一定在古城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人能证明那天下午引路去的地方就是古城 不可能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凶手 廉州当即决定自己查 他穿着羽衣穿梭在古城的大街上 看到有个女孩在买贬食 当初引路也在这买过 廉州发现有个男人尾随女孩离开了 而且刚才男人就一直注视着他 廉州怕出事索性跟了上去 到了没人的地方男人果然动手了 刚撕裂女孩裙子 就被赶来的好心人一棍子打到一边 一棍子接着一棍凑他 女孩赶紧拿起手机报了警 廉州追着男人不放 把他扑倒地上骑在身上 问他见没见过照片上的女孩 见没见过 没见过 是不是你杀了 他的女友被人杀害全身赤裸 装进行李箱里 廉州来小镇上就是为了查找凶手 傅翔赶到这给渣男戴上手铐 怒气冲冲把廉州推到墙上 如果他真把强奸犯打死了 自己也毁了 听到警车的鸣笛声 傅翔怕廉州再会有麻烦 立马把他撵走了 毕竟他不是警察却打伤了犯人 第二天廉州在古城租了间房子 为了找出杀害引路的凶手 他连出国留学的机会都放弃了 为了能跟凶手有能力抗衡 廉州报名学拳击 好哥们知道他用钱的地方多 主动拿出一万块钱资助他 线索还没找到 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理发店的老板娘被人勒死在店里 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和痕迹 附近没有监控 外来打工的人很多 人口流动非常大 据附近群众反映 昨晚十二点多理发店发生过争吵 开始灯是亮着 又来到角落里找出拖把 在拖把里找到小块玻璃碎片 他分析凶手临走时怕被人看见 就拿拖把打碎了灯泡 所以碎片留在了拖把上 把手上肯定会留下凶手的指纹 不出所料果然发现了指纹残留 廉州在人群中发现 有个胖男人鬼鬼祟祟的看向理发店 男人走后他尾随上去 一直跟到男人家门口 廉州临走时看到煤气工的工作 能接触每家每户 于是找到经理应聘 经理一看是大学生干苦力 也没问工资多少立马就答应了 廉州往三轮车上搬着煤气罐 老肖把送货地址给他 廉州打开一看正式跟踪的男人家 他刚把煤气扛进去 男人就轰他离开 廉州假装离开后又偷偷进来 在窗户里看到他抱着一个昏迷的小孩 进了礼物 男人出门时看到煤气车停在门口没走 他知道廉州还没离开他家 廉州刚跑进屋里查看情况 就看到男人恶狠狠地盯着他 接下来就是一场殊死较量 廉州祈祷男人身上揍他 是小女还醒了 嘴里喊着不让廉州打他爸爸 闹了半天扬娼肝癌晚期 他想趁女儿睡着偷偷离开 把钱都留着女儿生活 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需要的是他不是钱 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廉州只能不停地拒公道歉 另一边傅翔跟老杜重新捋了一遍所有细节 他分析引路跟凶手认识 而且他每周三下午来古城到底跟谁见面 不告诉廉州肯定是想隐瞒什么 傅翔决定从隐路的室友开始查 一对男女正在车上玩得火热 突然有个身穿黑衣的人猛然打开车门 进去后上了锁 掏出匕首对着做运动的男人疯狂乱刺 女人想逃跑车门打不开 眼看着凶手一步步逼近 他想从车窗里钻出去 被凶手揪起头发往回拽直接了结了他 杀完人后凶手下车 把一部手机扔进车里 最后把车推进河里 死去的女孩是隐路同寝室的同学 昨晚他们还跟大老板一块聚餐 女孩勾搭上了大老板就跟男友分了手 连州质问冯明有没有带隐路来过这种地方 他不光没承认 还把连州数了一顿 说他不信任隐路 我冯明是不是什么好的 但我也不会握住到带你同学来这买 其实连州只不过是为了查找杀害隐路的凶手 任何小细节都不放过而已 连州走后老杜傅翔过来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冯明的回答是一样的 说了几句不耐烦的离开了 张苏文正给大金主打着暧昧电话 前男友崔冰过来拦住他的去路 掏出红色大钞好一阵嘲讽 张苏文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把更多的钱砸到他身上 气愤的崔冰把他挟持到一边 又低声下气地求他跟自己在一起 张苏文说再也回不去了 希望他放过自己 崔冰抓着他不放 张苏文喊救命喊来了路人 才把崔冰吓跑的 隔天晚上张苏文跟老陈在互啃 崔冰看到后上来就是一拳 气得老陈骑到他身上一顿揍 崔冰想反抗是把手机摔到地上 撂下一句狠话离开了 张苏文提出回学校被老陈喊住 你前男朋友把我给打了 我看你的面子上 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你就这么走啊 合适吗 你现在的男朋友让人给打了 是不是今天晚上 你得好好补偿补偿我啊 张苏文擦干泪水 跟着老陈来到河边玩车阵 殊不知凶手早就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并且偷偷捡走了崔冰掉落的手机 把老陈和张苏文杀死后 再把崔冰的手机扔到车上来了的栽赃家伙 几天后船厂的船挖沙子挖到了汽车 捞上来一看里边有两具尸体 经过几天的抛发尸体已经变形了 老杜在车里搜到了手机 傅翔在副驾尸底下拿出一个包 钱包里放着张苏文的身份证 老杜怀疑跟引路的案子有关联 半年内发生两起命案 不仅与死者引路是同班同学 还与陈辉远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陈辉远腹部有12处刀伤 没发现防御性伤口 说明他刚一中刀就失去了抵抗能力 张苏文被一刀割喉 现场找到的手机机主叫崔冰 现在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最主要的是他现在失踪了 不想找到连州打听崔冰的下落 并告诉他张苏文被杀的消息 连州想起崔冰说过报仇的话 他意识到冯明有危险 女友跟大老板玩车阵 被一刀割喉 男友受不了打击 跳楼自杀随他而去 就在刚刚崔冰挟持的女同学冯明 因为就是他带女友去见的 大老板才勾搭上他 现在女友死了 凶手还把崔冰的手机 留在了案发车里 他怕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索性拉冯明一起陪葬 连州劝他自首跟警察说清楚 可此时的崔冰根本听不进去 还给父母留下了遗言 他想动手使警察及时赶到 崔冰挟持着冯明一个劲后退 逼着警察把枪放下 你们要是带过来我就吓了他 别跟着我 连州跑过来被警察拦住 崔冰跟他诉说只爱张苏文 他接受不了心爱女人的死亡 说完他把冯明推到一边 自己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摔到汽车上当场身亡 第二天连州把引路张苏文 冯明吃饭的合影给了傅翔 他怀疑引路就是在饭局上 被凶手盯上的 张苏文也是在这个饭局上 认识的陈辉远 连州希望警方着重调查一下 傅翔来到病房里询问冯明 这次他承认引路去过饭局 但待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 不可能认识饭局上的人 陈辉远是老板跟张苏文 是在饭局上认识的吧 是 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别的男人 冯明想起来几个月前 张苏文跑到按摩店找他 说在小树林碰到一个神经病 质问他为什么出卖自己 还说他该死 对方戴着黑帽子 穿着黑衣服裤子 手里拿着很长的刀 傅翔把几个死者 串联到一起捋了一遍 他觉得凶手是同一个人 老杜却觉得作案方法 不同俩人产生了分歧 老杜看着每个死者照片 如果真像傅翔说的一样 冯明也应该算是堕落 俩人意识到他有危险 抓紧往医院跑 跑到病房 发现人不见了 询问护士得知他出院了 老杜看到一个 戴黑色帽子的男人 他想起冯明描述过的人 紧接着追了上去 老杜把男人揪起来 按到墙上 忙活了半天 发现抓错了人 经确认冯明出国了 连周把女朋友和同学 被杀的事告诉了老肖 老肖趁着酒精 说起两年前 有个女大学生被杀 至今未破案的事 虽然学校搬走空找了 轮位大爷老徐 却说一到下雨天 被害女孩住的寝室 就亮着灯 有一次老徐喝醉酒 撞到后上去看 看到寝室里 有个女孩披头散发 脸色苍白 站在那自言自语 老徐吓得撒腿就跑 连周觉得不可能 可没过几分钟 下起了轻盘大雨 连周决定 亲自去废弃学校看一下 她刚来到202门口 就发现里边 有个女孩安静地坐着 随后一道人影走了过来 女孩从连周身边路过 丝毫没注意到她的存在 连周追着她 来到空地上人不见了 她猜到女孩也是怨死的 希望她出来 跟自己见一面 让她告诉自己 在另一个世界 有没有见过引路 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她 第二天傅翔 来到废弃学校调查 两年前师范大学 葛晴被杀 尸体在古城的公共厕所 被发现她 身上被捅了三刀 假设杀害葛晴 引路张苏文的是同一个人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都在古城被害 刚走进202寝室 发现地上有脚印 老杜测量了一下脚印 属于一男一女 最起码证明 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连周在大街上送煤气 竟然看到了 昨晚坐在床上的女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连周一路跟着她 看到她走进了一处院子 随后在里边出来几个男人 把一间老房子留给她 其他的租给光头墙 开气拍摄 陈雪知道连周打听精神病女孩 特意来她家 告诉她女孩叫小米 有一次下大雨 被淋湿后回来就发高烧 醒来就不说话了 去医院查不出什么病 连周猜测小米 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晚上又下着大雨 连周一路跟踪小米 来到废弃学校 她缓慢地走进202寝室 一个人分别饰演 两个角色跟自己对话 连周喊了一声葛琴 说自己是杀她的人 小米说她不是 她记得凶手的样子和声音 两年前小米亲眼看到 凶手杀死葛琴 杀完人后 凶手用白布擦干净 带写的匕首 随后把白布折起来 折得特别仔细 走起路来的时候绕着圈 就像是在唱戏 小米感觉到 凶手身上油腻腻的很香 就像是卖饼的味道 小米着急忙慌地逃走 由于路滑摔倒磕到了头部 再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 精神分裂的小米 把自己想象成被杀的葛琴 一到下雨天 她就来到葛琴的寝室 所以门卫才会把她看成是女鬼 连周想带她回家 时被赶来的老杜扑倒 随后带领他们去抓凶手 凶手正是卖饼老板的儿子冯斌 你们怎么才来啊 她说葛琴以前经常去店里买饼 还经常对她笑 后来她跟踪葛琴 只想跟她做朋友 葛琴却说不认识她 愤怒的冯斌拿匕首捅死了她 老杜拿出引路和张苏文的照片给她看 冯斌说不认识 她只杀过葛琴一个人 到了这一步她没有必要撒谎 冯斌虽然没杀他们 但是她在店里见过引路 当晚她一直在哭 连周发疯一样想拦住冯斌 可人不是她杀的又怎么会承认呢 回到家连周喝得烂醉 陈雪不辞辛苦地照顾她 进礼物给她拿衣服时 发现了她调查女朋友被杀的所有细节 可她并没有害怕 而是拿自己当幼儿帮连周引出凶手 女孩跟男人打情骂俏 故意让全车人听到她勾引男人的话 其实她只是为了帮连周引出 杀害她女友的凶手 本以为碰上了嫌疑人 闹半天人家只不过是顺路而已 第二天晚上陈雪继续坐在公交车上 吸引凶手 没一会邻居贝贝上岸 贝贝听到陈雪勾引男人的话 对她好一顿嘲讽 这女的也太虚伪了吧 还出租车 坐公交车怎么了 别定着看了 这女的就是马光成精 一旦咬做男人 血不吸干不松口 就你这点血 她看都不看一眼 当然全车人都投来一样的目光 连周害怕凶手真的会对陈雪下手 拉着她下车了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插足找凶手的事 陈雪之所以不求回报的付出 因为她喜欢连周 可连周的心里只想着给死去的女友报仇 根本接受不了她 陈雪心情郁闷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发现身后有人跟着她 正在一步步向她靠近 陈雪一步都不敢停地奔跑 没一会后边的人看不到了 她刚停下看了两秒钟 就被暗处一双手拽到一边 男人扯断陈雪的包摔到地上 她趁机赶紧逃跑 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幸亏王剑及时出现抱住她 总算给了陈雪安全感 有个凶手 有个可以 他在跟着我 王剑顺着她说的地方去找凶手 摆住对方一顿揍 谁成像是邻居傻子张明 王剑骂了几句让她离开了 接着返回来安慰受惊吓的陈雪 殊不知真正的凶手正在不远处注视着她 既然陈雪逃掉了凶手只能另寻目标 贝贝想跟连周一块走遭到拒绝 可她刚上车就看到凶手尾随贝贝去了 连周把情况报告给复祥后 快速下车去追 贝贝转着圈圈走路 很快她发现后边有个男人跟着她 对方手里把玩着匕首 贝贝把手里的袋子扔过来 紧接着拼命地逃跑 她刚逃进七公尺凶手就追了进来 眼看着凶手越来越近 无处可躲的贝贝平住呼吸钻进石蚌里 遗憾的是最终被凶手发现了 随着一声惨叫贝贝浑身是血地往前爬动 凶手以为她逃不掉了居然摘下了口罩 正当她想动手时连周及时赶到把她吓跑了 她脱下衣服替贝贝捂住流血的伤口 贝贝抓住连周的胳膊说在古城见过凶手 还没等说出她是谁 凶手又折返回来用石块砸中连周的头将她砸晕了 等傅翔赶来这里 只看到连周和贝贝躺在地上 傅翔把她送进医院 医生说能不能醒过来就看她自己的意志力 连周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十年 导演安排她奇迹般地醒不过来 醒来后的连周加强锻炼身体 又过了两年她终于恢复如初 她首先来到墓地看了引路 又来到引路妈妈家里跟她报告醒来的好消息 最后回到古城居住 帮房东侠姐当司机接送客人 傅翔告诉她贝贝虽然抢救过来但精神失常了 现在住在精神病院里 本来这些年情况挺稳定的 医生说她前几天受到不惊吓刚缓过来 小拖翻墙潜入到洗衣房 洗衣宫听到贝贝的喊叫声跑过去 她已经昏迷了 她喊贝贝时被小拖迷晕 不过逃走时把败佛的香包吊在了地上 廉州怀疑那个小偷就是当年的凶手 陈雪认识香囊在马球的 询问了师父说是一个男人球的 于是陈雪拍下所有来寺庙的人 把照片洗出来筛选凶手 没过多久命案再次发生了 清晨几位老大爷散步 看到山下不远处有一个带写的箱子 吓得立刻报了案 傅翔带队来到现场勘查 他万万没想到这里居然是12年前发现引路尸体的地方 这次的尸体跟引路是同样的箱子装着 老杜分析凶手是同一个人 法医打开了皮箱 死者也是20多岁的女性 跟引路一样全身赤裸 死者颈部有勒痕 胸口有刀伤 死亡时间三到四天 老杜发誓这次一定不会再让凶手跑了 做完进一步尸检开始讨论案情 引路的死因是戾气穿过脏气造成的死亡 这次的死者是被凶手掐死的 死后又在身上捕了一刀 老杜认为是同一个凶手再次作案 要求病案侦查 叶欣立马反驳了他 他分析是模仿作案 因为大部分的连环杀手都存在心理和精神问题 必须通过继续杀人来维持兴奋感 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 不可能时隔12年再作案 这么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不管是不是同一个凶手 现在的条件都比12年前强多了 必须快点让凶手伏法 经调查死者叫苏梅 顶红叶总会的小姐 苏梅有个闺蜜在按摩店工作 老杜找到他闺蜜了解情况 他说苏梅跟一个有父之父相好 那个人住在古城开气牌室 外人都叫他癞蛤蟆老田 老杜让叶欣在门口守着 他自己摸进气牌室找老田 此时的老田刚跟美女斗完地主 出门拿烟石正巧看到有警察趴在房门上找人 他等老杜进入一间房后 抽空赶紧溜走 叶欣因为帮被欺负的女孩解决麻烦离开了大门 因此让老田成功逃脱 警方在老田儿子的话室对面严密不控 就算他逃走怎么也得见儿子一面 没等来老田 却看到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小田打开后全是钱 复乡截住快递员 查到寄快递的地址在巴黎假日酒店3608房间 等警方感到这还是扑了个空 最后在内应的侧应下 在码头抓住了想要逃去韩国的老田 审问中老田承认杀了苏梅 苏梅是他的情人 经常因为钱的事跟他闹 正好那天输了一大笔钱 苏梅又跟他闹个没完 恼羞成怒的老田尸首将他掐死了 为了把罪名嫁祸给12年前的凶手 他才把尸体伪造成引路当时的样子 把行李箱带到同样的案发地抛尸 在他身上捕那一刀是为了模仿的更像 傅想把引路的照片给他看 他说不认识 他承认苏梅是他杀的 但引路的案子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 你们不要忘我头上够 反正一朝人面也是死刑 两朝人面也是死刑 要是我干的 我可比抵败的 看来杀害引路的凶手还得继续找 引哲出狱后一心想查出凶手是谁 他来到老房子里寻找线索 在引路住过的房间暗格里发现了惊天秘密 照片上印着照相馆的名字 引哲把照片拿给连周看 他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照片哪来的 在我老家 引路的房间 连周看着照片上的日期 正是案发前四个星期的星期三 看来引路每周三下午去古城 就是为了去画家内当人体模特 引哲含着泪水发疯 他搞不动引路为什么要当人体模特 你在坐牢 阿姨身体也不好 我们要生活 我们还要给阿姨买药 他还想跟我考虑 我们很缺气 连周把古城的画家排查了一个遍 发现他们都没有作案嫌疑 连周分析对方可能不是画家 只是书画爱好者 于是晚上来跟老肖打听 送媒气时有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喜欢画画 老肖给他提供了一个叫韩天灵的人 引哲来到他家门口盯梢 发现他每天都会查看信箱里有没有信件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 引哲在对面宾馆租了一间房 用望远镜仔细盯着他 引哲把引路的裸体照片 偷偷塞进韩天灵油箱里 他回来后果然打开了信箱 当他看到纸条和引路的裸照后 一下子慌了 他冒着眼看了一遍附近的每一个人 惊慌失措地回家赶紧关上门 保姆喊了他一声 他立马把照片藏起来 询问这两天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在家门口转移 保姆说没有更加让他心里不安 现在没有他杀人的证据 就算报警也没用 引哲决定绑架他的女儿逼他就范 谁曾想脚步小心踩到玻璃上发出声响 韩丽停住了脚步 胆肥的他推开门往里看 引哲想抓住他的手时 被及时赶来的男友喊了一声才救了他隐隐 引哲只好回到宾馆继续监视韩天灵 警方对田文交代的问题做了分析 虽然逻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他的表现太反常了 他很快承认了杀死苏梅 对于引路的案子不停地解释 傅翔觉得他跟引路的案子一定有关系 而且他知道的引路的案情太详细了 就算新闻报道都没这么具体过 警方把田文带到抛尸现场指认 他准确地指出了抛尸的位置 这个位置跟当年发现引路尸体的地方一致 虽然一点重重 但还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田文参与过引路的抛尸 老杜因为修车弄得浑身脏兮兮的 他让傅翔跟领导反映一下 开了十几年的破车该换了 就是这句话提醒了傅翔 他搬出引路案件的所有资料 找出那张现场留下轮胎印的照片 经调查田文06年有一辆四轮小货车 04年开始就没有年审记录和报废记录 跟当年拍到的轮胎印的型号完全吻合 现在最重要是找到这辆车 部队 都十多年了 这车怎么找啊 不开足已经成为僵尸车的可能 那怎么还是从古城找啊 对 以古城为中心去找 我记得古城后面有几座小山 山旁边就停着一些僵尸车 经过所有警员日以继日的搜索 果然发现了田文停在林子里废弃车 女孩逃跑中失足从山坡上滚下去 她爬起来继续往前奔跑 抬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人影 女孩大声地喊救命 跟随着人影来到山崖上 她刚回过头 对方就把她推下山崖 女孩重重地摔进海水里 等尹哲追到山崖上 看到了女孩的尸体躺在水里 女孩叫韩丽 前天尹哲绑架了她 因为查到她的父亲韩天林 跟尹路被杀有关 尹哲想通过绑架韩丽 逼韩天林说出尹路的被杀的真相 同时警方找到了田文的废弃车 技术人员在车里找到一根头发 经检验跟尹路的地内一致 田文不再狡辩承认 杀死尹路或抛尸的经过 傅祥立马把消息告诉连州 但尹哲认为真凶不是她 因为田文自始至终 没提过尹路当裸体模特的事 韩天林肯定是案件的知情者 尹哲让韩丽给他爸打电话 还是没人见 没一会韩天林就打了回来 尹哲让韩丽说了几句话后 他直接跟韩天林对话 开门见山地问他关于尹路的一切 韩天林说不认识尹路 一个禁问女儿在哪 如果你他们不认识尹路 那我也不知道你女儿在那 我现在又挂电话 听到尹哲赤裸裸地威胁 韩天林才妥协 尹哲提出跟他见面 让他去石田镇海鲜市场 有蓝色围墙的阳台上等他 为了确认真假 韩天林首先找到女儿的同学 尹刚询问情况 昨晚韩丽让尹刚去他家 找过韩天林 不过保姆叔睡下了 尹刚想继续追问 韩天林几句话糊弄过去 但他没想到 尹刚发现不对劲 一直跟着他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韩丽趁尹哲不注意逃跑了 天天又被不知名的人 推进大海里淹死 廉州知道韩丽被杀后 将尹哲打了一顿 毕竟又搭上了一条 无辜的生命 这姑娘真的不是我杀的 他跑了 我去追他 追到悬崖边 我听见他向别人呼救了 尹哲求他继续听自己的 他的母亲得了癌症 想在有生之年 看到杀害女儿的凶手苦法 心软的廉州再次答应了他 韩天林接到尹哲电话后 来到老房子跟他见面 尹刚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 在门外他发现 有个黑衣人扒着门缝往里看 屋内的韩天林 讲述起跟尹路的故事 06年他跟尹路在咖啡馆认识的 当时尹路在店里做监制 后来慢慢熟悉后 韩天林提出让尹路当他的裸体模特 一周划一次两个小时 费用是2000元 这样一个月他就能挣到8000 在咖啡馆打工一个月才500块钱 在极度缺钱再加上高额费用的诱惑下 尹路最终答应了 本来一切都很好 有一次韩力荡秋千不小心磕破了头 韩天林着急送女儿去医院治疗 可等他回到家时 看到的却是尹路的尸体 碰巧发小田文来跟他借钱 看到地上的尸体后决定帮他处理掉 所以他跟田文只参与了抛尸 并没有杀人 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你跟田文只是发现了尸体 再去抛尸 是 那个背后藏着的真正凶手 你们俩都不知道是谁 是的 你怎么要信你 你就是那个凶手 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我这里还有一个证据 韩天林清理现场时 无意中在一幅画后边发现了血手印 从大小判断是男人的手印 他分析是凶手跟尹路搏斗时不小心留下的 后来他把这幅画一直放在地下室里 他说的证据被门外的真凶听到了 尹哲说先去他家拿到那幅画 再告诉他韩力在哪 韩天林把画的具体位置告诉他 等尹哲走后真正的凶手走了进来 你是谁 他缓缓摘下口罩才看清 来的人正是跟连州称兄道弟的老肖 而他的脸被门外的尹刚看得一清二楚 老肖告诉韩天林绑架他的人是尹路的亲哥哥 还把韩力的死家伙给尹哲 韩天林听到女儿已死的消息不淡定了 老肖给他松马 带他来到放韩力尸体的地方 看着女儿苍白的脸 韩天林痛哭不已 门外的尹刚也早已哭成了泪人 老肖说跟尹哲也有仇 提出跟他联手对付尹哲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韩天林答应了 尹刚看到事情越来越糟糕 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可惜手机没电了 他跑到小卖部借老板手机用一下 老板居然说没钱了 他说有特别重要的事需要报警 这句话被买绳子的老肖听到了 老肖假装借给他手机用 尹刚看到他的脸去惊慌起来 尹刚前脚刚跑出去 老肖就180卖速度追上去 最终还是被老肖抓住了 另一边的尹哲在韩天林家 找到了那副代谢手印的话 他刚把话卷起来 就接到了韩天林的电话 此时的韩天林正坐在他家里 用他老母亲的性命逼他回来 尹哲拿着话赶紧开车往家赶 没想到对面一辆车直冲他撞过来 男人搬起石头想砸死杀害女儿的凶手 却被人偷袭捅了一刀 老肖抽出刀子 说出杀他女儿的人是他 只可惜一切都晚了 不久前韩天林看到了女儿的尸体 老肖告诉他是尹哲推下山崖的 韩天林为了给死去的女儿报仇 开车撞向尹哲的车 直到把他撞到山坡下边才肯罢休 韩天林走到尹哲跟前 气氛的他用脚踢尹哲 质问他为什么杀了韩丽 哪怕尹哲说没有杀韩丽 韩天林也不信他 他搬起地上的大石头 准备将尹哲砸死 没想到有人在背后捅他刀子 杀你女儿的人是我 韩天林到最后才知道 谁才是杀害韩丽的真凶 老肖不再掩饰 索性把当年杀害尹路的事也说了出来 说完从尹哲身上掏出那副 带有他血手一脑啊 尹哲知道他要毁灭证据 说出韩天林家还有一样东西 能证明他是凶手 已经把证据交给了连州 老肖下一秒就解决了尹哲 之后把匕首塞进尹哲手里 伪装成俩人互偶死亡的 把带鞋手印的话扔在俩人身上 一把火点燃了现场 最后才放心地离开 傅祥出来找尹刚路过时发现了大火 俩人来到山下救人 老肚探了一下韩天林还有气 抓紧拨打急救电话 傅祥在道路监控中发现了姚刚的身影 看到他在跟踪韩天林 而且被黑影追杀过 万幸的是老肖只是把姚刚囚禁了 连州知道尹哲被杀的消息后 决定亲自找出凶手 另一边傅祥在海边小屋找到了韩丽的尸体 连州是唯一的知情人 虽然在海边发现了连州的车和手机 但人不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连州的下落 老肖为了拿到连州手里的证据绑架了陈雪 把他装进行李箱里带出去 等连州来到陈雪家 在地上看到了老肖的留言 连州来到画室 刚开始老肖还假装是来帮他忙的 没多久就用笔手抵住他的脖子 老肖以为没外人索性承认了一切 谁曾想叶欣举着枪走进来 还把刚才他说的话都拍了下来 傅祥成功救出摇缸 连州对着老肖拳打脚踢 叶欣被捅了一刀后老肖趁机逃脱 连州不放弃拼命追捕 最终警方在海边将老肖抓获 连州也找到了陈雪被关押的地方 审讯中复想把油画上血手印 跟老肖指纹对比一致的结果给他看 当晚老肖走后 韩天凌醒了过来 他拼命把油画给扔出大湖外边 这才让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 老肖不再狡辩 他说以前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后来攀附上有钱人把他甩了 老肖一气之下把他杀了 后来送煤气时 在韩天凌家看到赤身裸体的引路 他认为引路也是堕落的女孩 韩天凌送女儿去医院后忘了关门 老肖悄悄摸进去杀引路 被引路划了一刀后手沾上颜料 又按在了油画上留下了证据 就是这个证据成了他定罪的关键 逃亡长达十二年的凶手终于落网 而且他还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像这种垃圾凌迟处死都便宜他了 这种垃圾凌迟的关键